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 今天这个植树节,在植树节的时候呢 访问一位好朋友,汪用和 汪用和呢,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求运》 就是运是怀孕的运 求运是一个人的战场 在访问汪用和之前的时候呢 我看了这本书觉得 在见到用和的时候 第一个想做的就是来来来抱一下 欢迎用和 哈喽,乃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因为觉得好辛苦哦 看了你这个书觉得好心疼哦 然后在植树节 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是录的 也没有特意的安排 只是很巧合的在植树节这一天播放了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感觉是因为植树节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你说在过去的时候 大概在小朋友都会 在植树节那天学校组织有些活动 种树苗 种树苗对不对 但怀孕的过程 或者想要一个孩子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想想要有一个 想要有一个树苗 在自己身体里面生长的这样的感觉 那这本 用和写的这本书 球运是一个人的战场 是宝瓶文化出的 它里面有一行 在封面里面有一行很小一个字 我到现在才注意到看到 天哪 14年 只未等一个你 14年 我也不过才25岁 就花了一半的时间 在做这件事 他的人生的那个很精华的那个岁月 都14年 就一直在 希望能够怀孕 先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结局 以及现在进行是 结局是呢 他14年尝尽了各种的方法 但他没有怀上 那现在汪用和呢 还是有孩子 他是领养的 他领养了两个女儿 对 对 很可爱 然后我们今天在录影的时候呢 我就之前就问用和说 怎么样 你现在在忙些什么呀 他就说对忙小孩呀 然后讲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呢 就眼睛就是整个都亮了 发亮对 然后因为在用和的脸书上面 之前的时候是 他就一直不停的在晒他妹妹的小孩 对 然后后面呢 就在晒他自己的这个小孩 而且中间还有 我还有一段段 有一段误会 不知道用和有没有印象 因为我到香港两年多嘛 然后我看到他在脸书上面 就是有小孩啊 然后回来之后 我都一直有一个 我就很混啊 你以为我是趁你去香港的时候 就 怀孕了 怀孕的吗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印象都还是停留在说 那是他妹妹的小孩 可是你妹妹小孩会长大呀 对对对 会长大呀 你想说怎么还一直那么小 对会长大啊 我想说你是在回放照片吗 还是怎么样 然后 但我回来之后 就听人家讲说 用和怀孕了 我说真的吗 所以你还记得 我有一次问你说 用和你生了 那你就说 没有啦 我跟你讲 倒是有 我在播新闻的时候 然后就播完新闻以后 有朋友打电话来说 恭喜你啊 你怀孕了 我说啊 你那个肚子看起来蛮像有了 应该是 应该是光没打好吧 然后因为 回来之后 就我从香港回来之后 我们 我们碰到面 大概就是因为选举的关系嘛 那 总是觉得 就因为 用和是一个非常认真啊 非常努力啊 非常非常敬业的一个人啊 你也是啊 大家都是 所以 用和的对这种投入 实在是太深太深了 就是忙完选举之后 然后 现在看到他这个 这本书的时候呢 就更让人家觉得心疼啊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 就是说用和在过去 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想要 能够顺利的怀孕啊 但是 第一个我不知道 天哪 14年耶 这么长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 你就觉得说 他从来没有因为 他要努力的怀孕 然后 有任何的 一丁点的 在他的工作上面 不管是他过去 再当记者 再当主播 然后再帮 手讯啊 他老公啊 周手讯 在选举 或者是帮别人忙的选举 或帮别人的事情上面 你没有一丝一毫的 代谢过啊 都还是这么忙 对 我跟你讲 可是也可能 就是我的个性是这样 所以我就比较不容易怀孕 因为第一个 就是说压力 其实真的会让女孩子 比较不容易怀孕 那之前我去看第一次的 不孕症的这个权威医生的时候 他就帮我测了一个 叫做压力指数的东西 我第一次听说 哎呦 压力原来可以测 就说你受到的这个压力 然后他测里头 他就说 哎 你的压力很大 我就看了他一眼说 现在社会有人压力不大的吗 我觉得哪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说没有没有 他说虽然你 普遍来说压力都大 可是我在他的这个受测者当中 压力大的这个群体里头 还算是压力大的 就等于说 我真的是那个压力真蛮大的 然后我就很好奇的说 可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 我有那么大的压力 他说因为我们的新闻工作 其实节奏很快 然后可能我们又很认真投入 所以你的意志力会去撑起来 会习惯 撑着 对撑着 然后你习惯了 你不感觉 可是你的身体 其实是会知道的 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对 而且我有看到那一段 就我有注意到那一段 我还把它给折起来 就说好奇怪 他这个压力测试 是用咽血可以看得出来 对 他们说不知道是测血里头的 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那而且我也是到后来 我才知道说 原来压力可能会影响 我们整个这个内分泌系统 等等的 所以真的就是说 当然工作还是要认真 然后这个帮别人的忙的时候 还是要努力 你完全没有差别 你是无差别的 就为了自己 或是为了老公 或是为了其他人的话 无差别 他都是 他都是 已经不是十足十了 对 就个性啦 每个人的个性 百分之两百的 但真的就是说 你该放松的时候 应该要能够放松 那但是因为我开始的晚 所以你想放松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你应该放松 就是比如说 以怀孕 想要怀孕这件事情来说 我在做努力的时候 我又会很紧张 就觉得说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对的 然后你就开始紧张 那人家说 你放松一点 对 可是你就想说 我的时间只剩那么一点点 对不对 我觉得他测你那个协议啊 那个压力的那个指数 他 你应该都是 都是最高的 你可能 可能那个 放松的那个部分 很少 对 我相信是这样 就是那种 压力很大 应该就变成是 常态的协议了 对 用何我 我很 我有点难以想象啊 就是说 这本书 求运 是一个人的战场 我有点难以想象 就是说 你为什么愿意 把这个过程 给写出来 我觉得这要好大的勇气啊 因为他透露了很多 很私密的啊 就是在跟 比如说我 我做很多那个 很愚蠢的事情吗 不是 我就说不是 不是说 不是 不是那个部分 因为大家一个 一个想要热切 想要怀孕的 这个过程啊 各种的偏方啊 各种的什么 的名医啊 到处去求诊 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 我说的私密的部分 是说 因为 这样的一个过程 想要怀孕的 这个过程 他要很 他很诚实的 就用你很诚实的 面对你的心 面对你的 你的犹豫 面对你的恐惧 面对你来自于 各种不同的压力 为什么一定要 一个小孩呢 然后 我难道不能够去 到最后面 到最后 哎呀我去领养 然后我如果 我自己的软子 真的就不行了 那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要靠软母 要靠人家提供软子 那我先生是怎么想 这个事情 我的公公婆婆是想 是怎么想这个事情 因为他会透露出你 人生之中 跟他们的互动吗 最最私密的 他最 很尤为的那一部分 很对 很不愿意跟人家讲的 或是去承认那部分 我那么的光鲜亮丽 那么大家觉得 就你看 就你 我生不出来 然后呢 我其实最想要的是这个 或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 最不容易的一部分 我觉得求医的过程 是还好的 可是我觉得 也就是因为这部分 也很有勇气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本书 才有它的意义在 就说 这本书当初之所以 会想到要写 其实是宝评文化的 总编辑朱亚军 他的邀约 那他的想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 有很多的不孕症妇女 都在受求孕之苦 可是这个心情 这个苦 这个苦不只是身体上 你可能要忍受 真剂打针的痛 还包括就是说 每一次的失望 带给他的痛苦 那他觉得这个心情 应该要有人 帮他们讲出来 让他们更获得理解 然后甚至获得周遭人 给他们的支持 对 所以因为尤其 我算是很幸运的 我的先生 真的就是很支持我 然后 我的公婆 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 可是真的 有很多的不孕症妇女 他们在自己面对 这个求孕的 这样的一个辛苦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得承受 附加给他的一些期许 跟期望的时候 那个 我觉得那个心理上头的压力 是更大的 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也许这本书 就是可以帮助其他人了解说 哦 原来你的心里头 有这些的小剧场 有这些的想法 那可以稍稍的体谅他 然后就说 让他觉得说 他其实并不孤单 嗯 我觉得会给 会给很多的 女性朋友啊 想要怀孕的 很大的一种勇气 希望如此 就说连汪用和 嗯 他也都面对这些事情 那他也都走过来了 可是他们一开始 提出邀约的时候 你就是毫不犹豫的 就答应了吗 就答应要写吗 我没有多想欸 我真的没有多想 因为我就觉得说 OK啊 可能因为我神经比较大条吧 我就觉得 所以这有没有很矛盾 这有没有很奇怪 就是说你 我觉得有没有很奇怪 就是说 照道理说 神经比较大条的人 他应该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嗯哼 可是呢 可是你却压力这么大 我觉得这 这 这是不是你的性格的本身 他有 他的这个部分是在 其实你是一个很坦率 双面人 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就其实你是一个很 很帅直的人 嗯 很坦率的人 嗯 你觉得那些 就是很多的那些 大家可能看起来 很重要的 那种价值或是面子 嗯 在你来说 他其实不是那么的重 他其实不是那么的 他不是那么的关键 你在乎的是如何的 你其实你在乎的是 你怎么样把你最真实的心情 跟大家说 因为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 这没有什么好 不好意思的地方 或者这没有什么好 遮遮掩掩的地方 对我觉得男性 就是你的 你的个性比较坦率 对我觉得你这样的观察 我听到你这样讲 你自己可能没想到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部分 嗯 但是你这样讲 我感觉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 我的有时候的一些的价值观 或者一些我所重视的事情 可能 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说很重要 或者说 有些人真的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在我来看 熟 有什么 嗯 那 但是那就是我的个性 就是说 我如果碰到一些 涉及的事情 我其实可能 真的就会比较大啦啦一点 嗯 可是如果是 跟别人有关的事情 我就会很仔 很仔细 然后会觉得说 嗯 就会 就会觉得说 希望能够把它做到最好 这样子 可能 对耶 嗯 是这样子 就帮 帮别人的时候 就要帮到十足时 因为你在乎是他的表现 对不对 或者说 我会在乎 你说在新闻工作上面的 这种 认真或什么 他其实不是那种 或是当主播 他不是那种什么 收视率或知名度 而是我今天坐在 这个主播的位置上 我把主播的这个角色 办好 对 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 嗯 所以很 也很矛盾 对耶 就你 我从来没想过 我真的觉得 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把这么的 幽微的这种 交代 交代出来 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勇气 就是要 是一种光风际月 哈哈哈哈 而且 而且坦白讲了 我觉得我也希望这本书 还有一点那个 指南的效果 因为 真的有很多的好医生 然后很多的好方法 那只是说 第一个 我可能还不够努力 那第二个 可能就是说 这个上帝的安排 就是觉得说 爱 他帮我做的最好的安排 还是让我不要有自己能够怀孕生子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anyway 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我能够怀孕的话 我希望能够鼓励所有天下的妇女朋友都觉得说 那万和年纪那么大了 然后这个身体那么差 他都可以怀孕 啊我们一定也可以的 可是反过头来 如果我不能 然后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的话 我也希望那妇女朋友可以觉得说 那你看万和也吃过这些苦 你看万和也就是 也跟我们有同样的失望跟失落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我现在的这个过程 我应该也觉得比较好受一点 你看你都还是很替大家想 有没有 所以说 这就是个性 这就是性格 就跟你一样 你也是那种的个性啊 对不对 都是很为朋友啊 这种为了 这种自己 自己心里面的那种 吃的那种苦 愿意把它说出来 这个是真的是 要非常的 但是我觉得 要非常的有一种大爱的感觉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哦那 汪永和也吃过这些苦嘛 那其他人可能 希望能够在你身上面 得到一些的 同理的安慰 那为什么那么想要小孩 我看你这本书里面 其实也在变 一直不停的 在反复的问自己 是因为手训想要孩子 所以你必须给他一个孩子吗 还是说我自己呢 也很想要有一个 来自于我们两个的 我自己怀孕的 然后生出来的孩子 其实也是一直不停的在辩证 就是说看到别人的期待 或者看到你老公的失落 你就会觉得给你一些勇气 再试一次 就我们到底想要一个孩子 是活在别人的期望里面 活在去成就我们夫妻关系 家庭的这个价值里面 还是活在是 还是我真正是想要的 这也在用和的这本 《球运》是一个人的战场里面呢 他娓娓地到来 告诉您他的想法 您现在听到的是汪用和 用和呢 用14年的写泪 写了这本书 《球运》是一个人的战场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回到飞碟午餐 继续请汪用和 来跟我们分享 他走过的这段路 欢迎回到 《飞碟午餐》的现场 我是尹乃金 今天呢 我们访问好朋友汪用和 宝贫文化 出版了他这本书 《球运》是一个人的战场 14年 只为等一个你 我刚才 刚才在跟用和聊 我看他这本书 看了就觉得 好想 就是我说 一开始就想给用和一个拥抱 但是其实事实上 在看这书的过程里面 很想 因为都过去的事情了 可是却很想 他就说 来抱一下 谢谢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好痛好痛 看到你无痛的去取卵 天哪 无麻醉 无麻醉的 对对对 无麻醉 对不起 无麻醉的去取卵 就痛得不得了 我是一个非常不怕痛的人 真的吗 我非常不怕痛 我曾经有过 局部附膜炎 然后到医院去 我不知道我局部附膜炎 那应该很痛啊 是的 医生就说 你这个看起来 还有你痛的那个指数 就满分之十嘛 应该到八啦 或什么 为什么你表现出来 只有三啊 对我很不怕痛 天赋异禀耶 超好的 对我很不怕痛 可是我看你描写 那个过程 要无麻醉的去取卵 我就觉得 应该是很痛吧 好 我会你去的话 可能就是一而已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刚刚就问 用何一个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他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也不断的在反复的 在辩证一个 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想要一个孩子 究竟是为了 是为了成就我老公 因为他那么爱孩子 那个手讯 讲到那个 我也蛮惊讶的 就是说 当选立委重要 还是说 要孩子重要 还是要孩子重要 他毫不犹豫啊 真的 我那时候真的 有点被吓到 想说 真的没有想到说 他的答案 这么的清楚明白 那所以 你刚刚讲说 为什么一定要那么 想要一个孩子 其实坦白讲 我很早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是很喜欢小孩的 那 可是我就觉得说 我不要生 因为我就觉得 第一个 我很怕痛 我是那种超怕痛的人 然后第二个 我也觉得说 我已经有那么多 要牵挂的人了 然后我就觉得 说那 玩玩别的小孩 就好了嘛 甚至我也写到说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 我们坐在那个 那个教室的 旁边的楼梯上头 然后跟几个好朋友 在聊的时候 我都说 我将来要领养小孩 然后呢 因为我 我怕痛 我不要生 然后而且呢 我都觉得 很多小孩大了以后 可能就 自己这个飞啦 对不对 然后那爸爸妈妈 就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个小孩现在大了 都不理我们啦 什么的 那我就说 那我就把他们养到 这个他们可以自立的时候 他们就去寻求 他们的这个一片天 然后呢 我再去领养 这个小小孩 然后也彼此陪伴啊 什么的 我真的那时候 高中的时候 是很清楚的 这样子跟我的好朋友 讲的 那然后后来 到了这个出社会 然后就是 我一直都觉得说 不要生 哪怕我爸爸跟我讲说 哎呀 你要生啊 而且要多生 我都觉得说干嘛 然后可能你这个 生孩子还给你气瘦啊 何必呢 等等的 所以我虽然很喜欢小孩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生 哎你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你那么小 就是你在国中的时候 你妈妈就去世了 对 好像对于不少的人来说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反而更想要 更想要小孩 可是你却 没有想要小孩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他比如说 他在 他本来也就一直 不要小孩的 然后在妈妈去世了之后 就觉得说 他怕他自己以后的孤单 所以他要一个孩子 或是说 长期的 就是在没有妈妈的陪伴之下 他反而会很想要一个小孩 那你不会哦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有兄弟姐妹 那所以就说 而且我的哥哥很照顾我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虽然我没有妈妈 然后我的哥哥嫂嫂 都很照顾我 甚至我的嫂嫂就是 都还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就说长嫂若母 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会特别觉得说 好像在亲情这块 是有欠缺的 或是在家庭上面来讲 觉得要有个孩子 才完整这样子 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但是倒是我先生 他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就觉得说 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一个家庭 要有小孩子才完整 然后或者甚至他觉得说 他才有那个拼拼 我的动力 不然我拼那么干嘛 对 其实我听到的当下 我一方面有点感动 就是说哎呀 你有这么柔软的这一块 可是一方面有点不太高兴 想说是怎样 你拼 不能是为了你老婆吗 对不对 所以 可是就说 你可以知道他的想望 但是真的就到那一次 他被问到 如果选商立委 跟有小孩 只能选一样的话 你要选哪一样 他毫不犹豫脱口而出 说我要小孩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才知道说 原来你是这么这么 渴望有小孩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好 那我来 我也希望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可是做到这件事情 不完全是说 因为我老公想要小孩 所以我想要给他一个小孩 因为当然 第一个是我本身也爱小孩 那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对事情的 有时候的一些想法 感受会不一样 所以我也是到 后来我才觉得说 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 宇宙寄起之生命 你知道吗 就以前你念那句话 就觉得好拗口 这什么意思 可是等到你慢慢慢慢 你经历了很多的人事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这句话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其实生个小孩是好的 而且你还会觉得 真的 我真的也还会觉得说 不要只生一个 因为你会觉得说 兄弟姐妹是很重要的 然后尤其在他们 长大的过程当中 彼此陪伴之外 还有他们长大以后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老去 那家里头很多事情 是需要他们来做主的 对不对 那很多事情我觉得 有兄弟姐妹的好处 就是有伤有良 是 对 兄弟姐妹彼此 可以给彼此 这个一些坚持 支撑 对支持跟支撑 像你跟你姐姐的感情也很好 对很重要 对我觉得 兄弟姐妹的那个感情 有的时候真的也 不是朋友 你哪怕你跟朋友再好 那真的可能都还是 有点不一样的 对家人还是不一样 对 就是兄弟姐妹还是不一样 可是用何 就是说你一开始 开始去努力 因为第一个结婚也晚了 对 然后呢 想要怀孕的时候呢 也比较晚 但是一开始 想要说 啊 怀孕吧 我们去努力尝试怀孕吧 为了老公的成分 还是大的 对不对 一开始可以说 那我就可有可无吧 那既然你想要 那我就去做吧 这样子 所以坦白讲 偷偷讲 一开始 其实没有做得非常认真 一开始啦 但随着你 后来越来越觉得说 有个孩子是好的 OK 那你当然就会越来越投入 所以人也是很特别 在不同 在经历过这些的试炼 和吃了那么多苦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会变的 对 所以我现在如果去演讲 或者有机会 跟一些年轻的 这个女性朋友 来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们说 我不管你结不结婚 我不管你想不想生孩子 但是我会希望 你可以先去 把你的卵子给动起来 对 就有朝一日 你改变主意的时候 你可以有好的卵子可以用 这就是我想问你的 不过你已经先把答案说出来了 因为 我觉得 当然啦 医生就是很理智的 很冷静的 告诉 告诉怀孕很困难的女性 这个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年纪大了 就是年纪大了 然后那个卵子的健康 那个程度 它就是 就是不行了 对 年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从一开始 就是 当然就一开始一定肯定就是 先寻求这个自然怀孕嘛 那自然怀孕不成 然后再去 再去寻求 这个不孕症门诊啊 然后去做一些检查 当医生一开始就告诉你说 你是真的很难怀孕的时候 那当下的这种心情是什么 就是很shok啊 因为我里头也有提到说 你知道我一直都觉得说 比如说 像之前有这个 医师娘 我的好朋友 跟我讲说 你要赶快怀孕的时候 我都还觉得说 急什么急啊 我也从来没听过 我周遭朋友 有谁想怀孕 怀孕不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 不会啊 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很多人都 真的啊 那可能我比较孤陋寡闻 我就感觉好像 比较少 去听到这方面的讯息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 我真的那时候就觉得说 因为媒体圈 我觉得可能就是 压力比较大吧 可是还好啊 你看我们现在的 很多朋友 也都还是怀孕女生子啊 而且另外一点啦 我就觉得说 都是去做的啊 去做试管啊 那anyway 那他们也是做出来啦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这有那么难吗 人类都可以上太空了 生孩子有那么难吗 对不对 我看你讲了这个 讲了好几次 对 所以你就会真的觉得说 怎么有可能是那种医疗 没有办法去克服的问题 对 或者早去看医生 晚去看医生 就是早生孩子 跟晚生孩子的差别而已 你真的不懂得说 原来年龄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而且你也不知道 就是说 长期累积的一些的 生活的习惯 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它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对 我觉得每个人的体质 还有你后来所面对的 生活环境的压力 它会造成很多 不一样的结果啦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 这个结果 是 对不对 像用和里面 他到最后呢 深刻的反省与检讨 他自己吃东西的习惯 吃冰啊 或者说什么 我后来没有 我后来 我后来真的很乖 我在求孕的这些年当中 比如说你后来知道自己 不容易怀孕的时候 好像跟你长期的生活习惯 很喜欢吃冰啊 或者什么 但是我跟你讲 有太多的这个女生 你看她什么也都吃 不是一样 是吗 就怀孕啊 我就跟你讲 我说里头也写一个例子嘛 我一个好朋友 对不对 然后她那时候 怀孕的时候不知道 还以为是肠胃炎 还去吃了药 然后吃了这个 这个几天以后 再去看医生 医生说 你怀孕了 她吓死了 她想说那怎么办 她吃了那么多西药 那个小孩子会不会有问题啊 等等等等的 就还不是好好的 小孩子生出来 聪明活泼又可爱 对不对 然后有另外一个 这个书里头的 也是一个朋友 然后下雨天去追 那个交通车 啪整个 那个叫什么 香港话怎么叫 扑鸡 扑鸡啊 对呀 起来也是没事啊 所以你当然也会知道说 这个有时候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安排 她可能就是觉得说 对你最好的安排是 她觉得 你不要自己怀孕生孩子 然后用别的方式 有小孩来领养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真的啦 所以我这书里头 其实确实就像你讲了 我有很多的疑惑 跟扣问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可是我也知道 这些问题 我不会有答案 因为我的智力有限 可是确实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有 我不能有 为什么她同样吃冰 为什么她同样晚睡 我书里头还有一个例子啊 有个小朋友还喜欢 小酌两杯了 对不对 那对医生来讲都是 哎呀 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是不利于怀孕的 她年纪比我还大了 比我在写的时候还大 她还是顺利的怀孕了 对不对 所以真的就是很多因素 综合的考量 但是我也相信最重要的 还是上帝的安排 用和你 我看到在这个书里面 你的朋友也有这样跟你讲 就是说 其实多好啊 这个没有小孩 就表示你上辈子没欠债 对 对不对 然后像她就说 她觉得她只有 只有她去报 只有她自己去报 她的那些兄弟姐妹 都是去讨债的 对 这其实也是 我妈妈就很早就有讲 就说 我的外公 就说 没有小孩 表示呢 你上辈子没欠人家的债 所以你就说 像我妈妈那一辈 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说当她的媳妇 等等 压力就会小很多 而且她会用这样子来去 看待晚辈 或是会去劝他们的 这个长辈 对啊 那 我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我觉得 当你在想要求孕的时候 你当然就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我觉得说 本来不想要孩子 后来有孩子 当然一部分是因为 我先生真的那么想要之外 后来你真的也觉得说 家里有了孩子 那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会有点心疼 因为你在后面有写到 就说 有一位 就印度的神秘学 就讲到前世啊 这个因果的时候 就在说 因为你前世 曾经是一个 很拥有权势人的另一半 没有 我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 就是你自己就是很有权势人 但是你并没有运用这个权势 就没有人在宫 人在这个 人在宫门 没有好好修行 没有好好修行 就做戒势戒端 所以说等于是 那个的 那个的业啦 到这一辈子 我跟你讲 我觉得看了有点心疼耶 我跟你讲 应该这样讲 他都没有讲说 我是戒势戒端 可是那件事情 让我有个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我就真的觉得 什么叫做 人在宫门好修行 因为你的一个好的政策 你可以造福你的百姓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不好的政策 你影响到的 受苦的 可能就是很多的人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讲得那么仔细 说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 是不是出于恶意 还是说出于善意 但是你知道 有时候一个政策 可能没有办法 满足所有的人 那也许有些人是 就因此而受苦 但总而言之 他的意思就是说 确实我在前世 有另一些人受苦 所以这一事 就是说可能我在生孩子方面 就是会比较困难啊 等等的 那坦白讲 我会觉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哎呦你干嘛这样讲啊 然后好像 因为你本来 你没孩子就是没欠债啊 这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其实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其实 重点是 怎么样想 让你开心 你就去怎么想 如果你没有孩子 或者释怀 对 就是释怀两个字 我听他那样讲之后 我真的就觉得说 好 那我释怀了 因为我了解了 一个原因 你知道我们这种人 很讨厌的 就是你要给我个理由 对不对 给我个说法 对不对 所以OK 那这个说法 我可以接受 那我觉得 那只要我这一辈子 是个好人 那我觉得就OK了 我不在乎 不是我不在乎 就是说你跟我讲说 我前世多坏多坏 我只会好奇说 哇 我前世如果这么坏 为什么我这次 还可以算是一个 还算善良的人 我只会去想这当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基转 就是用了这个 性格可爱的地方 就是那种好奇宝宝 你知道吗 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Fine 只要我这世是个好人 我觉得那就OK了 那其他的 你那个前世的 那个说法 可以让我去 来释怀 我觉得很好 那或者如果 如果有些人觉得说 那就是想啊 你没有欠债啊 多好多好 那这样想是让你开心的 我觉得也很好 是的 对而且他 用和在这书里面 有特别的这个说明啊 他自己是相信 那个前世啊 因果这些啊 他可能给他自己 找到了一个理由 让他可以放下 但这并不表示说 没有怀孕的 就一定是前世怎么样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您现在听到的呢 这个熟悉的声音 是汪用和 宝评文化出了 他的这本书 求运是一个人的战场 十四年 只为等一个你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非碟午餐的现场 我是尹乃金 今天呢 我们请汪用和 来谈他的这本书 求运是一个人的战场 他走了十四年 八十四年的 最真实的感受呢 来和大家分享 希望给 同样的啊 在为 渴望一位孩子的 女性们 给他们鼓励啊 然后呢 其他的 他的另一半 他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同样是 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或困扰的人啊 都能够来看这本书啊 来去分享一下 在这中间所经历过的苦 你会不会觉得 你在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 你就觉得我们 现在真的是有很多 不管是什么带领 运母啦 或那些 真的赶快立法吧 你看你真的是新闻人呢 是不是 赶快立法吧 给大家一个 给大家一个 可以去 可以去 得到 大家想要的 一种 一种 有个合法的 一个途径嘛 不过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怀孕 还有不只是这个 不只是代理孕母 还有领养 我们的领养 真的好复杂哦 这个是真的 但是呢 他是为了防止一些 什么人口贩卖 什么之类的 我猜他是要防止 这些弊端 而且另外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在领养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也觉得说 尬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会觉得说 你知道就那种 新闻人的个性 就出来了 可是你 后来你去 设身处地 想一想 你可以理解 可是当然 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问题 能够获得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说你要领养 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 那当然有一些的 这个条件 或者门槛 或者审查 绝对必要 可是我所谓的 不容易是说 你连要报名 说我要领养 你要能够 在那个名单上头 都不容易 为什么 我现在讲一下 我所经过的 那个领养程序 就说第一个 你要去跟出养机构 报名 那这个报名 其实你就不是说 你想报名 就可以报上名 为什么 因为他有时候名额出来 他可能就说 我这一次 这个梯次 大概就只有十个名额 就给十对夫妻 所以他可能就秒杀 你知道吗 你稍微晚一点报名 你就没有名额 可以报了 那你就要等下一次 那下次是多久呢 也许半年 也许一年 所以等于说 你这次没有 你就要等那么久的时间 那为什么 他要那么久的时间呢 我后来才知道说 是因为其实 他在过程当中 他要让父母去上课 而且你一堂课都不行 那我觉得这个 对很多的双心家庭来讲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他的课程 不是说 我去一整天就可以了 他可能会经过 好几个礼拜 好几个整天这样子 可是他就是说 你一堂课没去都不行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说 因为他们还要去做家访 然后家访之后呢 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要送委员会去审查 看看你 他们觉得你是不是一个 这个合格做父母的父母 所以经过很多流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的出养机构 他们可能因为社工的人数有限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担说 那我一次我就来 招个20对父母 30对父母 50对父母 或者说我每个月都开一个班吧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那个报纸上 有些新闻会讲说 哎呀现在其实国内 等待领养的小孩很多啊 大家其实真的也可以去领养什么的 我心里就想说 但是这个领养的门 坦白讲还真的有点窄 那当然你说 你可以不用只有这家出养机构 因为有很多出养机构嘛 可是重点是 因为他们都要上课 所以比如说我曾经也考虑过 台东的一家出养机构 可是我后来想到说 我要跑到台东去上课 对不对 所以它是很多的因素 必须考量的 对啊 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的规定 它都是从这个防闭的角度 去出发的啦 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些的这个问题 但你也不能说不对啦 对这真是挺麻烦的 然后呢 我在看用和当他到最后 哎我真的觉得真的太辛苦了 他们曾经到泰国去 就那时候呢 用和呢就接受了 就是他可能他的卵子不健康 所以呢他就有朋友介绍 在泰国有那个软母啊 可以提供这个软子 然后呃 代理孕母嘛 加上两个 他那个他那个写出他的这个挣扎啊 就是在说 那 属于我的球技就要过去了吗 对就是属于 我要让外籍佣兵上场来帮我打仗吗 对然后就先生的精子结合上就不是我的那软子 那也是有一些的 这种就是很很痛苦的一个一个过程 然后他里面也写出来了 哎呀最让人家觉得伤心的是 他到美国去 好不容易到美国 然后呢 找了这个健康的软子 好的子宫 还是没有成功 因为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用和最后是领养的 可是即便是这样子 我看到那一刹那 看到那一面就觉得说 这会成功吧 对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说我已经知道说你是领养的 你并没有生 你并没有这个 代理孕母跟软母并没有成功的当下 我只要看了那个时候 我还是觉得说 他应该是成功的吧 对 按照这个逻辑对不对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真的觉得说 好如果连这样都不能成功的话 那你就真的知道说 那就是 就放下 对你就放下吧 那我就走一条 你高中的时候 其实就要走的路 对 真的 我高中起来真聪明 但是我觉得 这个过程你也不能说它毫无价值 它的价值是在于说 如果我没有去尝试 那也许今天我听到某个朋友 哎呀 他高龄怀孕了或干嘛了 我会觉得 可能心里难免会有点小小的质疑声音说 哎呀 我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 我如果当初再多尝试一点 我如果当初再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 我是不是就可能怎么样 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这个过程 你走完了 你就了无遗憾了 你就会知道说 那就是上帝对你做的安排 你就不会去想说 我怎么样怎么样 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说 我这样子自我反省起来 感觉自己好像还是不够努力 哎呀 你已经够努力了 用何这本书呢 他不只是在求这个不孕症啊 拜访了很多的民意的过程 因为我看到你里面写了这么多的这个中西的 其人意识 对中西的民意啊 特别在中医 我对中医就是一直很有兴趣的 你就算不治不孕 不是为了不孕症的这个部分 其他的部分 我也很想去拜访一下 是啊是啊 一整个亮丽名单 对啊 真的啊 台湾的 加拿大来的 澳洲来的 上海的 北京的 我就觉得 好想去拜访一下 而且各个医生绝学 对不对 所以我都觉得我不能怀孕 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都很 好想去看一下 对我那时候都很想说 哎呀 如果我怀孕成功了 我就把他们全部都请来 然后就跟我的所有的亲朋好 介绍他说 介绍他们说 你看这么棒的医生 但是哪一个的功劳呢 每一个人都累积了一段的功劳 对对对 哦好厉害哦 这很有趣哦 这部分很有趣 这本书还有指南的效果 非常非常非常 我就已经很想要去拜访那些医生 有病治病 没病强生 但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我个性其实挺急的了 那我看你这个书里面 描绘着汪用和的这个性格 我觉得我好平和中正 你像个曼郎中了是不是 对啊 那个性真的很急 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 你刚才讲的说 你在这个球运 这个14年的过程里面 去做这些尝试 你现在回头来看 当然都会是有价值的 它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这漫长的 我觉得还有个更大的价值是 我看你在里面描绘的 比如说 你因为要去 因为老公正在选举 然后你同时又在做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你被人家问到说 你老公那么忙 你还有空来这里的时候 你就觉得 那算算算 那我把原来那个 球运的那个该做那个事情停掉 去帮我老公忙的时候 在这个部分就看到说 你看 这就是汪用和 这么善良 就是都在替别人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在这个14年过程里面 其实你透过这种不同的试炼 失败的 起来的 为了别的这个事情的 转移了方向的 性格上考验 其实你会更坚定的知道自己 我到底为什么想要一个小孩 那我这个小孩是来自于 我自己肚子里的 或者是去领养的 他的价值是不是等同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鲜明 我其实这几天 因为陆陆续可能在脸书上 或者一些的 什么样的这个社群团体上头 然后有些人也会表达 他们的意见 那有些人就会提到说 他觉得他不敢去领养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能不能爱那个孩子 我其实就告诉他说 你放心 孩子都是相处 你就会有感情的 尤其小孩子 有些大人是这样子 我对你好 你可能还不一定对我好 可是孩子真的非常的单纯直接 你对他好 他会知道的 所以你跟孩子的相处 更容易会让你们的那个感情 就说因为相处有感情 而且我觉得那个就像小王子 跟他那朵玫瑰一样 那小王子那玫瑰花 世界上有几千几万朵玫瑰 几百万朵玫瑰 对不对 可是小王子就觉得 这朵玫瑰就是我的 所以不管是你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孩子 还是你领养的孩子 他是你的孩子了 我跟你讲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的嘴角就是会上扬的 哪怕旁边有其他很多 看起来比你的孩子更漂亮 更可爱 更聪明 更活泼 更怎么样的孩子 可是你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那朵玫瑰花 你就是会嘴角 就是会失手 是 我觉得我看用和这本书的感觉也是这样 就是在经过了这么辛苦的这个14年 他自己不断的反问自己 然后我还要不要再做尝试 我还不要再做尝试 然后到最后呢 放下 然后领养孩子的时候 那个很纯粹的就是 我爱的就是孩子 不管他来自哪里 这就是汪永和 汪永和的球运 他的 他不只是一个人的战场 他今天把他的这个战场呢 里面的 走的这些崎岖的路 这些难走的路 这些的血泪呢 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 也有苦中作乐的啦 非常的好 就非常的好 这是一本动人的 这个动人的书 这是一本动人的 14年的球运的过程 谢谢汪永和 谢谢乃军 谢谢大家